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家常快手菜,工饱肉丁 准备制作都简单快捷,味道独特,非常好吃下饭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做吧 首先,来处理猪肉 一块鲤脊肉,大约400克 将其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再改切成一公分左右的长条 最后切成一公分左右见方的块 像这样的 切好后,装入一个碗中 加入一大勺料酒 一大勺生抽 八分之一小勺的白胡椒粉 二分之一小勺老抽 一个鸡蛋清 用手使劲抓,让肉入味 又加了四分之一小勺盐,调味 抓匀后,加一大勺玉米淀粉 再用手抓,抓至稠粘 最后,再加一勺油 用手轻轻抓匀 盖上保鲜膜 盖上保鲜膜,放一旁腌制 这时候,准备其他的 一根胡萝卜 切成丁 一根黄瓜 切成丁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佐料 四个大蒜,切成小块 一小块生姜,切成片 一个小辣椒,切成小丁 一根葱,切成葱花 接下来调公保酱汁 两大勺生抽 两大勺料酒 三大勺白糖 四大勺香醋 一大勺淀粉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再准备一些熟花生米 捡几个干红辣椒 一小勺花椒粒 这就是所有的食材了 现在,就开炒了 锅里,倒入一大勺左右的油 下入花椒粒 煸炒花椒的香味 下入肉丁 轻轻拨匀,不要翻炒 让其煎一两分钟 这时候,底部已变色 就可以翻炒了 炒至肉丁完全变色后 倒入干辣椒 翻炒均匀 下入葱姜蒜和辣椒丁 翻炒出香味 倒入胡萝卜丁和黄瓜丁 翻炒至胡萝卜炖剩 大约一两分钟 倒入宫保酱汁 翻炒均匀后 下入花生 将其混合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盛入盘中 一盘简单好吃又下饭的公保肉丁就好了 黄瓜丁可以和花生一起放 这样,黄瓜会更爽口些 颜色也会更漂亮些 好啦,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收看,下集见